大家好,我是白鱼 我是心理自行師和講師 你好,我是Sean 然後我本身從事是海外留學顧問的工作 講話對我來說是工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不管是療癒個案還是給學生一些課程的訓練 因為我每天都要接觸到不同的客戶 所以常常一整天下來 我的聲音常常講完 分享一些海外留學資訊之後就會撒癢 我覺得說話的技巧對我來說不是太大的問題 反而是發音 以及怎麼樣去運用自己的喉嚨 去講出輕鬆的講話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重要 上完這堂課之後 我覺得我講話比較懂得去運用自己的肌肉 像魏宇老師教我們一些陰母音、阿音 然後讓我們知道自己口內腔的結構 那我特別在這邊想要分享一個經驗 就是在上個禮拜我們自己辦了一個說明會 然後大概中期的說明會大概差不多上百人 那我突然發現到在練習完這些肌肉的技巧之後 我的聲音續航力非常的足夠 而且講完以後可以不用喝水 這是非常神奇的地方 上完魏宇老師的課 我覺得我的講話聲音越來越輕鬆 而且我覺得我的音質和音速也是變得比較平穩 這堂課我也非常推薦給需要常常上台的朋友們 讓你們學會如何跟聲音相處